经济临下种菊花让一块土地有了两份收益 在定中市三十里铺村 女知书宋利敏探索利用临下套种模式 让村民共享发展临下经济带来的红利 三十里铺村是远近闻名的苗木花卉专业产销区 流转两千多亩土地 种植海棠 银杏等附加值高的经济林木 效益比较可观 这次敢于尝试临下套种菊花 主要看种菊花生命力极强 是一半阴的环境 在栽种两三年的林地里种植非常适合 而且尖销快 宜种多年收 选种齐州菊花 药用食用都可以 加上紧邻安国药材市场 需求量也大 不愁销路 特别新闻联播报道各地推动乡村振兴 发展特色产业做法 三十里铺村大力发展临下经济 最大限度发挥了林地经济效益 实现了一地生两斤 找准了路子 宋利敏也干出了样子 今年菊花迎来了大丰收 今年我们梅母地种了是4000棵左右 公干以后烙350斤左右 按这个干菊花卖是40块钱一斤 纯收入54万左右 在宋利敏看来 林下桃种菊花可以说是一石二鸟 销售经济林木 干菊花不仅可以增加村集体收入 村民以土地流转入股合作社 打零工等方式 在家门口也能实现增收致富 菊花的市众成功 坚定了宋利敏继续发展林下经济的信心 采购空干设备 做成自己的包装 打造特色品牌 这些想法在宋利敏的脑海里逐渐形成 林下经济让这条产业负民之路开满鲜花 我们现在正在发放工资 在林下种的菊花 为老百姓种这个菊花增加了不少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自己提增加了收入 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欢迎大家到我们此做客 品尝我们的菊花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